到青霜 全民總動員 本土登革二的病例全年都可能發生 特別是在九月跟十月這樣的一個季節 是造成我們病沒有人最容易滋生的一個季節 所以我們要徹底的杜絕 我們的登革熱其實就是從我們周遭的環境開始做起 那我們今天特別到谷坑鄉 結合我們的谷坑鄉社區發援協會 我們跟民眾宣導如何防治登革熱 最主要是從周邊的環境 包括有積水的容器 我們要有一個四個步驟 就是尋道清刷這樣四個步驟 那我們希望說從周遭環境把積水的相關容器 把它徹底的清除之後 病美文的資深的機會就比較少 那雲林縣的一個本土登革熱的案例 就可以避免它發生 到目前為止其實到九月二十四號統計 全國所發生的一百三十例的案例當中 雲林縣是零案例 那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紀錄繼續保持下去 到目前為止在全國來講 從北到南包括有這個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彰化縣 嘉義縣 台南市 高雄市 那我們到現在都已經有今年的本土確定病例 那這個整個病例數有超過了一百三十例 那但是在我們雲林的部分 我們其實防治工作做得相當的不錯 所以目前為止我們雲林 都沒有發生過這個所謂的確定的本土病例 但是我們一樣會有這個從境外進來的病例 那在今年度呢 那我們其實因為防範得宜 這個個案 他並沒有把這個疾病帶到我們的社區 所以目前為止的話我想 對我們的整個雲林的鄉親來說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消息 不過那這也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登格爾的防治是一個平時 我們就需要多注意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包括我們要減少這個積水容器 那減少並沒聞滋生 我們知道登格爾的傳播 或是要透過蚊子 那這個蚊子也不是所有的 你說話說的那個歪卡蚊 那就是那個火蚊 火蚊就是斑蚊 不管是埃及斑蚊還是白色斑蚊 這樣一個斑蚊 它就會傳播我們這個登格爾 那麼我們知道蚊子的前身大概就是解決 解決必須要在有水的地方 那麼解決到孵化的話 那會得到沉溫大概都要七天左右 然後如果說我們有一些 氧水吸水缸比較大的 要美化用的 那麼可能裡面的就放一些結結 放一些結結要吃結結的東西 就像這個所謂的大肚魚啊 孔雀魚之類的小魚 它就會把這些結結吃掉 那避免這個蚊子的大量的滋生 那它就不會做大量的一個傳播過去